过去曾效力于休斯顿太空人队 成为台湾第十位登上大联盟 江湖人称火球人的罗嘉仁 在2021年营右手阵带撕裂伤 决定执行阵带重建手术 并在养伤期间担任魏全龙的附健教练 在教职员以及球员的身份间互相转换 并抽出时间努力附健 和黄天不负苦心仁 经过半长的等待 现年36岁 距离上一次一军出赛 已经要追溯到2019年4月6号的罗嘉仁 距离他重返一军投手球的那天 也似乎不在遥远 反正我就是现在就是 除了自己的时间之外 当然是放在选手身上比较多 对啊 就是好好安排自己 尽管何时能够重返球场 叶总跟罗嘉仁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然而在担任附健教练的期间 火球人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宝贵收获 我觉得是换位思考 我觉得因为毕竟我当选手 我不会想到教练去想什么 但是我当教练的时候 我会想说选手在想什么 然后我如果是选手的话 如果是选手或是教练的话 教练怎么想 我觉得换位思考很重要 其实我现在最大目标就是 我可以让我重新站在投球上面 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很重要 经历过一年教练身份的历练 罗嘉仁深知重返球场不只是为了自己 同时也是为了展现给球队年轻后辈们看 做好自身学长的榜样 纵使现在以帮助学弟们为主 但他也时刻把自己准备好 将重返投手球的目标放在心中 持续向前迈进 我来体育台采访报道